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有關於對照表 對照表的部分呢 在公式裡面 公式裡面有一個叫做名稱管理員 那什麼叫名稱管理員 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沒有用過 類似這個東西 那這個名稱管理員做什麼用呢 這個主要就是說以後 比如說你們等一下點一下名稱管理員 這邊題目已經預先做好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叫做血型 那這個血型對照的範圍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照表 就是這個對照表 也就是說以後呢 我只要輸入血型兩個字 就等同這個對照表 也就是說呢 不需要像剛剛輸入A28到I31 那這樣的話有個好處啦 這個範圍就不用去理 那比如說我游標先點一下 VLUCA函數 然後再插入函數 我再做一些修改好了 我們已經建好了 裡面你們的那個檔案裡面已經有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修改掉呢 把這個delayed掉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已經在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建一個叫做血型的那個範圍的話 那以後呢 記得一個按鍵喔 叫F3 F3 把F3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跳出一個叫血型的 跳出一個叫血 那這個血型喔 以後指的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範圍 我們所選取的範圍 那直接呢 用選的把它選下 選它按確定 這樣子有沒有 按確定就可以了 也就是以後呢 這個範圍就等同這個範圍 那這邊也是一樣可以 點它一下有沒有 按插入函數 然後呢 再把這個地方delete掉 按一個F3 以後的話呢 選血型就等同是這個對照表 或者你將來名稱可以叫血型對照表 以後用選的就好了 按確定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看這個有沒有 這個這個你的函數公式裡面的 你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 那這一題的話喔 這個部分主要是跟下一題有關係 下一題有關係 在綜合練習2裡面喔 我們在這個地方會用到很多的 所謂的這個對照 就是那個名稱的部分 名稱的部分 比如說喔 這一題複雜度還蠻高的喔 所以你們還是要先把那個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才有辦法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首先要開啟這一題叫做 股票配股稅率統計表的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地方 這一題 在這裡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首先呢 它要我們做一些動作 比如說 這裡喔 上面都會有一個名稱 那範圍的話我們也可以定義為喔 比如說業績 你給它按F3之後 業績就指這一欄 然後原有股數就指這一欄 股東姓名就指這一欄 總發行股數就指它 等於以後呢 就按F3 就可以指向我們要的範圍 那比如說呢 第一個題目喔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題目裡面 它要我們做的動作喔 首先的話呢 這個題目第一個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建立範圍名稱 那怎麼樣建立範圍名稱呢 這邊有一個名稱管理員 名稱管理員 你可以從名稱管理員去建立 或者是從定義名稱裡面去都可以 記得是從公式裡面找到 公式裡面去找到 然後它這個地方呢 第一個要我們做什麼呢 請將什麼呢 這裡面C1 C1 所以你要點到C1 命名為什麼呢 總發行股數 就是點它之後的話 給它一個名稱叫做總發行股數 G1呢給它叫分配盈餘 然後A4到A58叫做股東姓名 實際上呢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範圍 這個C1就給它一個名稱 那我要怎麼定義呢 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用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 好 那定義名稱地方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 它自動會去偵測 如果說它前面 前面有個名稱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名稱帶過來 那以後的話 C1使的就是總發行股數 我們按F3會跳出來 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一樣 定義名稱 選擇定義名稱 然後分配盈餘自動會抓到對不對 按確定這樣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A4到A58 所以呢A4往下到58 當然你可以按序格鍵 把範圍選起來之後 選好之後的話呢 它要我們把它在定義名稱叫股東姓名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你到定義名稱的地方點一下 那這個名稱的話呢 因為它抓到是抓第一個啦 叫做股東姓名 所以這裡自己Key上去 這個範圍A4到A58就是股東姓名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了第二 那第三個的話呢 它叫稅率表 稅率表 切到稅率表 這個工作表 它要把這個範圍 B1到E3 這個叫做稅率表 這個範圍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要把這個定義名稱 這個叫稅率表 這個叫稅率表 稅率表 B1到這個範圍 按確定 那其實你可以定義完之後 你可以按那個名稱管理員 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剛剛 比如說分配股數啦 什麼股東姓名 那對應到的就是下面 參照到的範圍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三題 那第四題 第三小題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 前面三題就完成了 有沒有 接下來的話呢 分配股數以業績 搜尋什麼呢 配股數量表 內的什麼呢 配股數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配股數 這邊的話 我們是這一題 好 就要一個一個來完成 所以等一下 這些 這些 一直到這邊 通常要完成 那分配股數的話 它有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呢 就是以業績 業績就是這樣 就這一個 業績怎麼樣呢 它要去做後面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呢 用Vivo來完成 那 第一個 我想你們先開啟這個檔案 那先完成第一小題好了 第一題的部分 把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題呢 主要就是要了解 什麼叫做這個 定義名稱 還有名稱官員的使用方法 好嗎 當然 我先進去 我先進去 那一題的 我先進去 就算了 我先進去